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奋斗 与时俱进制定实施对台方针政策 有力推动祖国统一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事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不断强化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事 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奋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请看详细报道 刘洁一在文章中指出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团结带领中华儿女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民族夙愿和历史使命 接续奋斗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写下了光辉篇章 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更有条件 更有信心 更有能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文章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就对台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形成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为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 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 必须全面贯彻落实 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 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团结台湾同胞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文章指出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 在对台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七十多年来 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科学回答了 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时代命题 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理论实践意义 从历史意义看 强化塑造了祖国统一大势 将祖国统一进程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理论意义看 丰富发展了党中央对台大政方针 开辟了国家统一理论新境界 从实践意义看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了前进方向 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 刘洁一在文章最后指出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 对台工作任务艰巨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